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歌琳多前书》十二章四至六节 十二至十七节 二十七节 属灵的恩赐虽有不同 但都事源于同一位圣灵 服侍的种类虽有不同 但我们都是服侍同一位主 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工作 但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工作的 却是同一位上帝 人的身体上有许多肢体 但这许多肢体 只组成了一个身体 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 我们有些是犹太人 有些是外族人 有些是奴隶 有些是自由人 但我们全都值作 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 分享同一位圣灵 是的 身体不是只有一个肢体 而是由许多不同的肢体组成 假如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我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他也不能不属于身体 假如耳朵说 我不是眼睛 所以我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他就能不属于身体了吗 假如整个身体 只是一只眼睛 怎能听到声音呢 又解如整个身体 只是一只耳朵 怎能闻到气味呢 你们所有人在一起 就成为基督的身体 每个人都是这身体上的一部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一体和肢体 认识一位姊妹 很喜欢做美劳工作 经常制作精美贺卡 和纪念品送给弟兄姊妹 因为她在团契成长 大家都认为是时候让她做团长 结果 却发现她没有领导的恩赐 其他职员颇有微言 令她很沮丧 保罗以弟兄姊妹作肢体 教会是身体的比喻 对很多信徒来说 都已熟能长 不过 很多时候 我们会忘记这个比喻的提醒 指教会是多元化的一个整体 有时 我们强调整体 认为加入团契十年的 就应该做团长 却忘记各肢体有自己的长处 在侍奉路上也可以有分别 就好像那位姐妹 其实不一定要做团长 有时我们又会走向另一极端 太注意彼此之间的不同 忘记了我们是一个身体 例如 我不是大专毕业 所以不属于这个教会 又或者是 我未结婚 所以不能够投入这个团契 保罗说 如果肢体都是一模一样 就好像一个全身是眼的身体 很不正常 所以 有不同背景的人 加入我们的群体 我们要给他们空间 代入他们的处境 谈一下他们关心的话题 让他们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 求主教导我们 什么时候要融入群体 什么时候要发挥肢体的角色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